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燃素的东西会在燃烧后离开物质 所以木头才会在烧完后变轻 而且无法再燃烧 可是当物质换成金属时 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烧完反而变重了呢 要有进展 看来得烧些没烧过的东西才行 把镜子放那边 把它放在那边 让汇聚的阳光加热一下 哎呀 这个实验结果跟之前都不一样 钻石居然 什么都没剩下 阿瓦杰 你说什么东西都没剩下 什么都不剩的结果 我推测燃烧应该跟空气有关 不继续尝试 怎么对得起钻石汗 我的脸 我设计了全新中罩 来重复金属的燃烧实验 只是这一次是在密封的环境下燃烧 接着再让空气进入瓶内 看看增加的重量是否跟空气有关 不止瓶内空气的体积少了五分之一 金属灰的重量也在空气进入后增加了 看来一定是空气中某种气体有助物质的燃烧 谁传讯息给我 亲爱的拉瓦杰 听说最近你为了燃烧实验砸下重本 实在令人钦佩 我也发现了一种可以使燃烧更剧烈的气体 有机会来讨论一下吧 这气体一定就是我一直在寻找那消失的五分之一气体 有了它 我的燃烧学说就会更完整了 虽然我是燃素论的支持者 不过看到你有新的燃烧学说 我也很为你高兴 既然大部分物质燃烧物的水溶液都呈酸性 那从今天起 这气体就叫酸素 好景不长 法国大革命时 民众对税吏的诚恨 将是税务官身份的拉瓦杰送上端的舞台 我还不想死 我还想要继续实验啊 虽然身处混乱失控的政治环境 拉瓦杰根据多年来的实验 不只推翻了主宰世人数十年之久的燃素说 还证实了质量守恒定律 并且提出统一化学命名的规范 让科学家们有共同的语言 可以彼此交流 所以被后世尊称为现代化学之父 比较稳称人数十年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